上海外滩18号大楼的知名法国餐厅 拉德利亚传出暂停营业 他曾靠名厨作证搭上人均1580元人民币的高价 站在上海餐饮金字塔间 还是当地掏客的法餐启蒙餐厅 如今突然关门大吉 有民众就抱怨5000元人民币的餐券还没来得及用 另外有陆媒报道 该餐厅疑似拖欠员工薪水和供应商的货款 而他仅是上海高级餐厅倒闭潮中的其中一个案例 上海市大陆高端餐饮最集中的城市 2023年5月人均消费在2000元新台币以上的餐厅约2700家 然而到今年7月已减少了1400多家 同样状况也发生在北京 城市艺人赵又廷与高原员举行婚宴的米其林餐厅 Opera也在6月歇业 而背后原因是大陆经济下行 消费力疲弱 今年1至7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滑 6月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四大一线城市的消费数据断崖式下跌 其中上海跌最惨来到负9.4% 高端餐饮只好想办法自救 上海中餐厅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的中餐厅 新荣记就推出人民币398元套餐 吸引顾客 十核心台币约1700元 尽管价格仍旧偏高 但被大陆网友调侃是穷鬼套餐 TVBS新闻 叶俊宏 蔡宜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